兴奋 喜悦 期待和迫不及待 我是演员宁礼 在电影《流浪地球2》中扮演马赵 我觉得看一个剧本的话 是对于自己 对于导演 对整个剧组 以及对于观众的责任 因为演员是有局限的 你很多的时候不是所有都能演的 包括咱们这《流浪地球》也是 正是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电影 非常成功的一个团队 我看完了以后 我对于这个角色 对于这个戏 真的是我没有办法去说不 因为它太吸引人了 不管是整个的戏 它传达出来的思想 它的价值观 它的哲学的思辨的这些东西 都是吸引人 都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这也是跟导演沟通完了以后 导演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 我们去设定这个人其实他是什么 平时的时候他跟他无关的 或者他不熟悉的 他根本他没有话的 他说到的这些东西都是他感兴趣的 他熟知的这个领域 因此他说起来的时候 对于他来说可能是语速是比较快的 那么对于别人来说 每一个字大家可能都能听得懂 但是放在一起这个概念 大家是不知道的 所以因此让大家的感觉 像在说天书一样 平时结交的一些朋友 很多的也有科学家 我喜欢跟他们聊天 同时我会把我的这个人物 大概的介绍给他们 你们给我一些科普 他们会给我推荐的一些书 我会看 当然有一些是看的都是 大部分人是不懂的 它是非常严谨的一个科学的内容的 你不能错 你也不能改 你必须要把它变成一个下意识的 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东西 华哥很有经验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成熟优秀 所以就是说这个巨星啊 我在这个戏里面演他的老师 我们的年龄差距很大 但是实际的 中国中的年龄比我大嘛 但是我们在一起对戏的时候 他会自然而然的 都会给你一个状态 把你带入到那种 那种人物关系当中 厦门的那个旌旗奖的时候 我们一起走红毯的时候 走完了以后 我看了很久 我说华哥 我能跟你一个拥抱吗 他又什么 他为什么呀 我说我拍完戏里以后 我一直是在一个马照 和同一的关系 我现在的时候 我突然在意识到 刘德华 你知道吗 这种感受 其实是很神奇的 因为我原来的时候 我是他的影迷嘛 华哥这样的 一辈子都是大男主的 真的也不是很多 演好每一个角色吧 不要准他是不是男主 或者是配角 或者怎么样 喜欢这个东西 选择了 按照他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 给他一个人生 我觉得小皮匠也是一个男主 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其实他每一个角色 他都有自己的前世今生 你观众记住他的时候 他就有他的高光的时候 当然如果你演一个男主的话 是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这是你的一个高光的事 你在创作角色的时候 每一个都是一个灵起点 因为你哪怕你再演一个 像李丰田那样的人物 他一定也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挺怕巅峰这事的 因为你再接着 不就走下坡路了吗 我觉得就别巅峰 对对对 就好好的 就是保持着一种状态 一直保持着敬畏之心 我觉得这个是我 一直一直努力地去做的 我也不认为有什么巅峰 我没有曾经没有过 将来我也不希望有 我就是希望一直是 这样的一个状态去工作 在学院里 之后 有一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